原标题高云翔被起诉的真正原因曝光 不是八清床 而是因为这部剧要说2018年最惨的一部剧 简直被八清传曾用名迎天下 莫属了前有饰演男主的高云翔涉嫌性侵 后有饰演女主的范冰冰风波 不断遭全网DES已知这部剧到现在也没有定当的消息 而前几日网上又爆出高云翔被八清传所属公司唐德影师起诉 他和董全名下公司价值6382.4万元的财产被申请冻结 这让网友一下子就把这件事和延播的八清传联系起来 纷纷被该剧送上一手凉凉 认为唐德影师不满高云翔设选性侵一事 对公司及八清传带来的影响才有此作为 毕竟当时高云翔涉嫌性侵 一爆出唐德影师的股份就暴跌 且八清传的制作费用超过5.8亿元 几乎占了唐德影师2017收入的一半 虽然首播权卖了9.3亿 已经回了 本蛋要是迟迟无法播出的话 这笔收入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事情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近日有唐德影师内部工作人员否认了起诉高云翔 是因为八清传言诺的说法 他称起诉仪式是与高云翔主演的另一部剧《阿拉雅恋性》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的女主就是董璇 董璇对此大概早有心理准备 事情发生后 她照常在微博分享女儿的生活 日常还配有女儿可爱的照片 仿佛一个局外人对于为何会因为阿拉雅恋性起诉高云翔 唐德影师回应说 虽然唐德不是阿拉雅恋性的主要头子 但与高云翔签署相关演员协议的是 唐德所以最终由公司提请了诉讼 而更具体的原因 唐德影师表示等法律文书下来后 会再发公告予以说明 那么八清传的命运会如何呢 据唐德影师内部工作人员的说法 虽然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现播通知 购买了该局的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的 也没有提出变更或撤回合同的要求 但也没有排播一切都还待定 是否会播出依旧成迷 为了八清传能播出唐德可谓是非常努力的 之前就有报道称 距离高云翔的戏份将通过技术全部替换成里晨 大概想借着里晨范冰冰的练型增加看点 但没想到范冰冰也出了事 想播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与八清传同样前途渺茫的 还有高云翔 出这么一档子是怕是没有剧本感找他了 不过小八也不想再在荧幕上看到他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